为了庆祝太鲁阁足正明20周年 秀允乡公所举办第一届全国太鲁阁足运动会 并且特地回到主居地南投县德陆古村请母火 由乡长王玫瑰持攻陷引母火之后再点燃圣火 交由6位年轻选手预计在9月12号要开始传递圣火 庆祝正明20周年秀允乡公所举办系列活动 其中特别结合第一届全国太鲁阁足运动会 应邀全台犹太鲁阁足的乡亲主人们参加 并获得原住民主委员会以及欢迎生活大力的推动 我们可以与中心的表示 为了办好这项赛事特别主团回到主地地 也就是那头县仁爱乡德陆古村取得火源 作为母火带会去运香正式点燃 9月12号必须开始将我们的圣火传递 到我们的佐西乡 万荣乡 吉安乡 新城乡 我们来依序传递圣火 这个意识就是成功的启航 我相信祖林一定会劝顾我们 我也相信未来的任何赛事一定会圆满成功 在此之前我希望在座的各级单位 还有每一个族人 希望一定要团结一致 唯有团结 敌骨才能强重 新城乡公司表示 第一届全国泰鲁主运动会比赛 从9月26号起陆续举行 28号举办开幕以及巡逢职业 29号闭幕 每日都有秀林万荣卓星地区农特产品展售 要请所有相信一同见证这重大的赛事 记得就欢迎喜欢我的频道 请快点赞订阅 请查 384号研究